南美洲的确诊人数有一半都集中在巴西 当地已经累积了25.5万人确诊 1万6千多人死亡 沦为全球第三大疫情国 仅次于美国还有俄罗斯 巴西医疗体系几乎崩溃 第一大城圣保罗已经有9成的急诊病房额满 医生没有呼吸器可以用 只好用透明罩将病患的上半身套住来输送氧气 没有想到效果意外不错 而圣保罗的贫民窟地下人愁 难以保持社交距离 卫生环境差又遭到医疗体系忽视 也沦为疫情下的最大受害者 戴着口罩面罩保持社交距离 民众拿着锅碗瓢盆上街敲打 抗议巴西政府无视让住在贫民窟的他们 沦为疫情牺牲品 圣保罗这个贫民窟解了10万人 卫生环境恶劣 政府三月中下达禁足令 但当地缺水又缺食物 更被医疗体系抛在脑后 民众只好上街呼吁政府重视 巴西疫情急转直下 沦为全球第三大重灾区 确诊人数仅次于美国俄罗斯 第一大城圣保罗 九城急诊病房而满 医疗体系逼近崩溃 呼吸器功不应求 医师利用透明罩将病患上半身 整个套柱输送氧气 除了相对便宜 也让病患免于插管之苦 效果相当不错 总统波索纳洛防疫不利 只顾玩水上摩托车 还到处参加反禁足示威 大量群众无视社交距离 加上半数国民不遵守禁足令 巴西疫情前景令人担忧 这位好兵医